我们都知道今天坦克家族发布了两款产品 一个是它的机甲的坦克400SUV 还有一个是中大型豪华越野SUV 就是坦克500 然后呢这个坦克400目前还没有什么曝光的信息 但是我们请到了我们坦克400的工程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了解一下就是坦克400现在的定位是什么 坦克400呢定位中大型机甲越野SUV 车长接近5米 轴距是2850 在这个动力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各个动力级别都会有相应的一个技术储备 那么未来它是什么样的搭载什么样的动力 我们会根据产品的定位和市场的一个反馈 做最终的一个确认 就是等于现在长生分两个体系 一个是机甲科技体系 还有一个是越野豪华体系对吧 坦克应该说不只是两个体系 当然这只是两个风格 那未来坦克会出什么样的车 我觉得用户们都可以再敬请期待一下 并不仅仅是说这两款这两个体系 好了这就是大概坦克400的这么一个盖框 一会我们去内饰看看 内饰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坦克400呢 采用了这个圆形炮筒的内饰仪表盘 并且是全液晶的 然后它的中间的中控仪表盘换成了一个这个 长方形的大的和外观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并且它的缝线啊 还有它的座椅啊 都是比较偏向年轻的 刚才我们也问过了坦克400的工程师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款机甲坦克 就是以后的坦克机甲系列 都会去面向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确实非常不错 咱们有关注这个坦克400年轻人 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我们很高兴了见证了长城坦克300 从诞生到量产的这么一过程 现在又出了坦克400 外观可以看见全是机甲风格 但是目前啊 这辆车还是处于一个研发中的阶段 我们也希望长城可以以后推出更多 于面向年轻人的产品 然后让我们去选择 谢谢大家